宋之问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作者苏英 朗读者蓝珊 关键词 文人无形 警句 近乡情更切 不敢问来人 岭外阴书段 京东富丽春 近乡情更切 不敢问来人 这首《杜汉江》 是宋之问传世的第一名片 以一名滞留异乡多年的游子口吻 道出返乡途中的灵妙心理 这首诗之所以广为传颂 是因为他道出了 所有在外多年的游子 在回乡途中 做特有的且喜且怯的心理 游子久居异乡 和家乡不同音信 当真有一天踏上归途的时候 离家乡越近 心中却越是忐忑 家乡还是原来的样子吗 家人都还好吗 会不会发生了什么变故呢 亲朋好友 如今都怎么样了呢 如果遇到了从家乡过来的人 想问却不敢问 生怕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会让自己难以承受 旧别的家乡 就像一封写满你窃窃想要了解 却不敢拆封的信 的确 单独来看这首诗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如果本着知人论事的态度来看 我们简直要大跌眼镜了 诗中所谓岭外 就是岭南 即五岭之南 五岭是南方的五座大山 分隔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 中国古代习惯称广东广西一带 为荒蛮之地 就在宋志问的时代 一位家住岭南的青年 远行向禅宗五祖 洪忍大师求学 洪忍说 汝是岭南人 又是阁辽 若为堪作佛 至少从字面上看 显然是有地域歧视的 这种地域歧视 就是因为五岭隔绝南北 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 很难传播到岭南 造成了岭南地区 文化和经济的落后 直到岭南人张九龄 做了宰相 在大鱼岭 开造了煤观古道以后 岭南地区才逐步地得到开发 而那位岭南阁辽 后来则成为禅宗赫赫有名的六祖惠能 反而把岭南文化传播向中原了 所以宋志问时代的五岭 不但是地理分界线 更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分界线 过岭向南 就是政治失事者的西伯利亚了 宋志问这次被贬岭南 从道义上说 因为他缠附奸佞 结果随着坚定的倒台 而一并受到了惩处 属于罪有应得 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说 是他在政治队列里 站到了武则天的男宠张义芝的一边 张义芝呼风唤雨的时候 宋志问也鸡犬升天 张义芝倒台的时候 复巢之下更无完卵 宋志问这次回来 并不是遇到赦免 而是偷偷从扁锁逃出来的 这一段旅途 用黄黄如丧家之犬来形容 一点都不为过 在杜汉江这首诗里 所谓岭外阴书段 京东富丽春 是写在岭南的生活和感受 而接下来说的 尽香情更切 之所以尽香 就是偷跑出来的结果 逃过了汉江 就写下了这一首诗 但是我们不要被尽香这个词迷惑住 作为一个政治动物 宋志问的这次出逃 并不是逃回家乡 而是逃回了当时的政治中心 洛阳 藏匿在张仲芝的家里 所以事中所谓 尽香情更切 不敢问来人 完全不是字面上那个意思 试想宋志问作为一个见不得光的逃犯 见到家乡的来人 避之唯恐不及 哪里还敢出言问讯呢 在当时的一番政治地震之后 素有奸命之名 又属于应该倒台的武士党人 武三司 却令人瞠目地幸存了下来 不仅如此 他还再次得到重用 正义感慰室的张仲芝和王同角等人 对此切齿痛恨 密谋除掉武三司 却没料到上演了一出 农夫与蛇的故事 被恩将仇报的宋志问 借进水楼台之便 检举揭发出来 乱臣贼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忠义之事宋志问 因功受赏 不但逃离贬锁之罪不被追究 还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虽然天下人无不唾骂他卑鄙无耻 但卑鄙从来都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宋志问偏偏就是靠着卑鄙无耻 给自己赚来了幸福生活 谁又能够奈何他分好呢 文人无形这个词 在宋志问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在我们的惯常印象里 一个人如果狂傲 一般就不会卑鄙 因为狂傲也就意味着自高身份 便不屑去做那些 盈盈狗狗的勾当 而一个人如果卑鄙 一般就不会狂傲 因为他晓得自己是如何的卑鄙龌龊 言谈举止间便免不了一些 谨小慎微和疑神疑鬼 但宋志问是个例外 极狂傲与卑鄙一身 我们观其生平 简直就像在看一场行为艺术的表演 而他的诗作绝大多数都是印制作品 虽然辞早华美严厉铿锵 但内容无非是歌功颂德 粉饰太平 极尽吹牛拍马之能事 这样的诗 放在文学史上毫无价值 却总能在当时当地 给诗人创造最大的价值 袁浩问的《论诗绝句》里说过 新话新生总诗真 文章宁妇献为人 观其文未必能够知其人 我们如果孤立地来看杜汉江这首诗 哪里能够读出如此复杂的内幕 但是从文艺评论来说 知人论诗是一方面 也存在相反的意图 即认为作品一旦完成 就脱离其作者而独立存在 宋知问的这首《杜汉江》 正是阐释这一文艺理论的绝好范例 当我们孤立地来读这首诗的时候 诗的含义便大大超越了作者的本意 张仲之和王同角肯定不会喜欢这样的文艺理论 但他们又能怎么办呢 太多真心喜欢宋知问诗句的人 非但不在意宋知问的为人 更不晓得张仲之和王同角的名字 红颜 给后妃上礼一刻的班招 把挑男人当成豪赌的卓文君 烂于充数的文成公主 海归出名要趁早的蔡文姬 娇滴滴伤天害理的武则天 这些曾经轰轰烈烈 风光以拟地闪烁着光芒的女性 无论是才女 美女 党妇 怨女 还是汉妇 都具有鲜活的个性 侯红斌的红颜 解读清国红颜命运 用惊人的眼光 消解古人的神秘 千年女性风流 古典宝贝的风情 真实历史的残酷 尽在静雅思厅红颜系列